莫斯科发生了恐怖攻击之后 大家都担心 这俄乌战士 接下来的发展究竟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扩大战事呢 最新的消息居然是普京 准备要去越南访问 越南刚刚我们才提到 他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 努力的双边 都要取得平衡的时候 这个越共总书记阮富重 326号跟普京通了电话 双方共同表示 会在适当的时间安排此行 我没有忘记 普京是被联合过通气的 说是战争罪 通气是不是路上 可能会被抓起来 还是怎么样 有人敢抓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无论如何 他这个过去10月的时候 曾经访问中国 还有11月访问中亚哈萨克 12月访中东沙国阿联酋 但当然都没有出事 自己人自己的朋友的地方 但现在到越南去 相对比较远 那有没有大家说 中间会有状况发生呢 联合国敢不敢动呢 现在说是有没有证据 到底恐怖攻击谁干的 那莫斯科方面虽然强调 一直说这个是乌克兰乌克兰 那乌克兰也反对 也说根本不是他们 但现在说有最新的证据是什么 这是俄国征委会主席说的 他说查明并且抓获 参与赞助音乐厅恐怖攻击的是谁 他们身上有嫌疑人 身上缴获的技术设备 跟金融交易讯息分析 除了之前那个 驱打成功的证据以外 还有或者他们跟乌克兰 民族主义联系的证据 金融交易钱 还有技术 设备 是来自于这些人吗 那当然美国国安会发言人 Coby继续讲 无机之宣传 根本没有这回事 早就已经用正常程序 连书面都发了 告诉你俄罗斯会有恐攻 很危险 极端分子要对你们攻击 结果你们不听 那已经试图阻止 这是袭击的 那明明跟乌克兰有关 你现在无关了 现在偏偏硬要把他赖过去 总之美国继续帮乌克兰 澄清没有关联 但俄罗斯现在干嘛呢 对于乌克兰的攻击 已经越来 我们之前讲了 攻击军事设施之外 攻击所有的电力系统 还有水坝 现在更有一个新的使用 号称叫神奇炸弹的 这个新型设备 滑翔炸弹 带有机翼和转变方向的模组 更精准的攻击目标 杀伤力很大 现在攻击的是乌克兰第二大臣 甚至基辅 这个可能随时被攻击 现在当然还有导弹在攻击当中 而泽伦斯基跳出来说 呼吁 二十多四可能会在五月或六月 就发动新的攻势 莫斯科正准备发动新的重大攻击 而且集结十万军队 就冲着基辅而来 那么在这样的呼喊里面 五月吗 四月说不定就已经动手了 那这个动作是在什么 就是美方欧洲援助赶快来 那普清说会攻击北约吗 这个是来自于一些西方媒体的报导 准备 就是已经现在在进行 是啦 准备要攻击北约了啦 对于西方这样的报导 普清特别去回忆 回击 他说尽管俄罗斯官员 很多次跟北约发出警告了 也对核战 核战 进行过思考 必要是我要动核武这个概念 但俄罗斯没有入侵欧洲其他地区的计划 强调你们先不用怕吗 波兰啊 其他相邻近的国家 但是呢 否认俄罗斯下一步可能攻击东欧 但有个条件例外 叫做F-16 F-16战机现在有一些欧洲国家 包括美国说要可能要协助乌克兰嘛 包括给他F-16 并且协训各种的资源弹药啊 那但普清说 如果是部署在北约国家机场的F-16战机 使用来对抗俄国的时候 那就不管领土在哪里 都会成为他们合法攻击的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要攻击你们欧洲国家 但你们帮助乌克兰的时候 这些飞机是来攻击俄罗斯的时候 我自然就会打到你们领土去了 这概念是这样 但中美俄联合国的角力却在战场上是如此 在联合国的角力也是如此 北韩在联合国也有老大 乌克兰有 这里有老大是谁 俄罗斯 因为联合安理会 在俄罗斯动用否决权之后 让北韩被制裁的这个专家小组 停摆了 从此就砍掉了制裁北韩这个监督小组 就没有北韩制裁这个问题了 当然其他国家就批评 认为俄罗斯这个行为 就是正同罪行等等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尔也强调去谴责 一切都是推进跟北韩的贸易交易等等 破坏的国际和平安全 但其实破坏各种安全的 当然还有加萨走廊这里的冲突跟战争 攻击还没有停 那美国我们没有忘记 他是直接弃权 让加萨走廊必须停火这个决议可以得以通过的 那也跟以色列他的盟友当初讲好的不一样 现在中国大陆说中国是已经迫使美国没有办法再阻挠 停火这件事情 所以25号弃权这件事情让以美的关系有点尴尬 以加以色列跟美国 因为本来有重要的官员什么双方要去访问 现在都取消了 所以因此北京支持的安理会决议过程 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变化 美国加萨走廊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意见的不同真的有可能促成停火 賴教授当我们看到普京最新的动作 他要去访问越南 然后他的加大攻击 还有各种选后当选了之后的各种动作 观察他最可能的动向如何 我觉得普丁最近很积极 因为他除了访问越南 也很有可能会在他就职之后 第一站去访问中国大陆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接着6月份的时候的金砖会议 在俄罗斯召开 他想推动去美元化的重要的两个战略 一个就是用金砖国家内部里面 那么强化他们的本币交易 那也就是不再用美元 第二个就是把货币的交易数位化 也就是说让你绕开了SWIFT这个体系 另外再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出来 如果这个决议通过的话 我想对美元就会构成挑战了 这个还是要一段时间 可是美国会严正以待 因为这个影响会很大 越南跟前苏联时期本来就很 关系就很密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金兰湾 就是租借给前苏联的海军 后来苏联崩解了以后 俄罗斯财政出了问题 他没有能力再续租这金兰湾 所以他的太平洋舰队才撤离 现在普丁再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越南他是有益的 因为越南知道现在美国 跟中国大陆在弄得不愉快 现在美国跟俄罗斯也弄得更不愉快 可是你想想看对越南来说 他知道美国要利用他去牵制大陆 他如果再把俄罗斯也拉进来 他的筹码就会增大了 美国的压力或是美国要付出的代价 应该要更多 我想这个是越南他们的盘算 也就是说在大国竞争中 这些小国他如何从中获得最大的力 现在越南看起来他的外交 是要在这个部分里面取得一个力 也就是走的是等距外交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乌克兰跟美国 现在跟俄罗斯是在乌克兰这个部分 彼此之间在角力了 因为俄罗斯一定要去证明说 恐怖主义的攻击是乌克兰做的 美国一定要努力证明说 绝对不是乌克兰做的 现在的情况是谁摆出了证据 能够说服西方的国家 而不是全世界 为什么说西方的国家 如果俄国的证据能够充分 能够让更多的西方人相信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支持乌克兰了 因为在道义上来说 也就是在反恐怖主义 这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是联合国有通过的国际决议 也有国际共识 那这样的情形下 他们就不能够再支持 这个对乌克兰来讲 处境是很不利的 所以你看俄国卯足权力 要证明是乌克兰做的 我觉得目前乌克兰的局势 外源很少 所以俄国发动春季跟夏季的总攻 我觉得可能性是大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所以乌克兰处境真的非常的艰难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 也有各种博弈 看看一个是挺北韩 一个挺 这个加萨走廊 挺火 他因为弃权 所以引起了各种很微妙的变化 对 这个说实话 这个就 我常常讲 美国是一棵非常大的大树 可是他身上有个藤 缠着他 那个藤就是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 尤其你看像华尔街 影响力真的很大 人家开玩笑说 意大利人控制黑社会 犹太人就是控制华尔街 在美国 所以现在要选举了 拜登会很紧张 他全力的支持以色列 固然 犹太裔会捐很多钱给他 可是他现在要注意一件事 选举不是只有靠钞票可以赢的 主要是靠选票 阿拉伯人不是 阿拉伯 如果川普比拜登多一票 那纽约州这几十票 全部都要归川普 所以阿拉伯人没有很多 可是他们集中住在 譬如说密西根 密西根偏偏是摇摆州 摇摆州 上一次拜登赢川普 显胜 那你看现在在民调 前一次是川普显胜希拉瑞 对 所以最近的民调显示 其实阿拉伯人对拜登的政策 不满 这个加萨总是非常不满的 因为你过分的偏袒 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密西根州的 现在的民调来讲 领先的是川普 不是他 密西根也是个大州 所以这个选举是一场恶斗 所以对拜登来讲 你捐多少钱给我没用 只要如果我选不上的话 所以他现在也要拉拢阿拉伯一的人 跟还有很多美国 自由派的人士 他不是阿拉伯一的 可是他自由派的人士 譬如说纽约州 很多是自由派人士 他们选出一些众议员出来 他们这些人 是认为拜登的 这个中东的政策 是个大错误 那这些人也是投票的时候 会惩罚拜登 他们不会投川普 他们会投甘乃迪 甘乃迪家族 有一个人要出来选 第三党 所以投票给他 那伤了谁 伤了拜登 所以现在拜登在联合国 他要否决 他一个人就可以把他否决了 为什么要不否决 选举的考量 所以选举万岁 选举最重要 是 弃权 所以让朋友盟友 也可以弃权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俄罗斯动用否决权 在联合国做了一件事情 北韩的制裁因此要被砍掉了吗 教授 没有 制裁是不会被砍掉 但是这是一个监督小组 对不对 过去俄罗斯 挺了十几次 投票都是支持北韩 应该有一个这个 但现在后来想想 俄乌战争 北韩捐了这么多武器 我总要有一次 否决一下吧 表达我的感激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 普丁还是就是正值 我觉得还是蛮有益气的 也送他 蛮有益气的 那我至少做一个动作 我觉得给这个世界 给北韩看看说 你看我这边挡住你 但是